今天七十二十八分 我国在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四号禀运载火箭 成功将风云三号一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世界首科成昏轨道气象卫星 填补全球气象观测空白 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 近日启动2021年度中央储备猪肉收储工作 定于7月7号公开竞价 收储本年度第一批中央储备冻猪肉2万吨 人设部今天印发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 从技能人才培养 使用评价激励等环节入手 在十四五期间 实现新增技能人才4000万人以上 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达到30%